各位觀眾我們可以看到 在花蓮市區天王星大樓這個位置 這個花蓮縣政府的建設處 持續的就在加固它的地基當中 因為大家真的可以看到 這個大樓它是持續的向前來傾斜 這個角度越來越讓外界看的是相當的觸目驚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至少三個怪獸 他們是一直的輪班的 要把更多的土方還有削撥塊 把它在這個大樓的前面來加固 給大家提供一個最新的數據 來看到建設處這裡是搬來了32塊的削撥塊 是從這個九河區這邊來調的 另外在前面的這些水泥塊 他們的這個部分就是土方的這一塊 是從美輪西 在昨天是64車次 今天至少是150車次 一卡車是可以來載氣立方公尺的土方 那目前我們看到這個現場的畫面 已經堆積了1500立方公尺的土方 就是要想盡辦法來對於這個大樓的這個根基 來進行這個加固 那畫面如此出目驚心 大家就會非常關心就在它隔壁棟的 這個白色建築物的這個餐廳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餐廳老闆 在它前面是有個電子看板的 那它昨天是電子看板它其實是關起來的 不過來到現場就發現它有特別用這個 花蓮縣政府他們所拍攝的一些照片 來特別來跟這個舊特艘隊員 還有舊難隊的這個隊員來表達感謝 同時也來表示加油 那我們TPBS今天上午也約訪了這個餐廳的老闆 也針對於說這個看板以及接下來會不會擔心 大樓接下來不管是就地拆除又或者有沒有可能 當然是非常不希望發生任何的意外狀況之下 這樣子對於他的生意 以及他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來聽一下他稍早的訪問 我們其實是昨天當下早上我們後來馬上就來現場 來現場之後我們就馬上把電視看板把它做關閉的動作 那昨天在現場我們其實也無能為力幫上任何的忙 那我們也在等待就是後續的處理 昨天回家之後就蠻低迷的啦 然後後來就想說總不能一直都用這種很盪的方式去處理 那現場的人大家都很辛苦 想說那就把看板設計一下幫大家加個油這樣子 目前就是連進去整理都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也在等 那他也有可能隨時會倒下來 所以我們其實也都想了各種千百種的劇本 真的不幸倒下了 或就算成功的拆除 那我們事後還要再繼續在這個地帶上去做生意嗎 還是換到別的地方 都還在考慮 相當的無奈 不過我們也是調到這些老闆提供的 當下在昨天7點58分早上的時候發生地震的當下 在餐廳裡面內部的監視器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確實是讓外界覺得相當的驚人 可以看到地震發生的當下 在餐廳裡面的一些物品都全部的掉落在地上 可見當時地震規模7.2 當下這個是有多強大 確實是非常恐怖的狀況 那我可以看到老闆說 其實今年的生意也是因為國旅其實近期的表現 其實不太理想 所以呢他們預計生意本來就已經掉了三四成 但是對於這次發生了花蓮地震之後 無疑接下來對於他的生意 因為沒有辦法開業營業的話呢 就等於是零的 所以這個部分恐怕會讓他覺得稍微的有些頭痛 不過現在最麻煩的是旁邊的這個天王新大樓 要如何的安全去拆除 這當然是外界非常關心的 那這個台天老闆也跟我們分享 他其實過去是有跟天王新大樓 在一樓部分還有一個菸酒行 在那邊有跟這個老闆是有來買貨的 所以接下來可以看到 接下來對於這整個東大門附近的商圈的生意的部分 隨著這個天王新大樓 目前接下來預計會就地拆除的狀況之下 這次的地震對於附近周邊的這些建築庫 它的結構的部分有沒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恐怕接下來還是有專業的獨木工會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技師來做進一步的評估了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彭麗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